首先看這個數據稅 你覺得落實的機會大不大 如果真是落實 對恒指的拖累又會去到什麼水平 其實在今年應該年中的時候 我提出一個共富概念 大家當時都開始揣測 究竟對於一些本身 賺錢賺得多的公司 是不是都有一個加稅的機會 但當時就沒有很特別 提到數據稅這個概念 大家可能當時想 可能對於騰訊這些科技股 都賺這麼多錢 那會不會在稅率上 平均提高一點點呢 又或者之前給一些優惠稅率 給他們所謂這些高薪科技業務的公司 都有機會取消優惠 要他們加上一個正常水平的稅 所以你說加稅的擔心 或者潛在隱憂 其實就不是現在才傳出來 一早已經是大家有這個擔心在這裡 但是當然擔心了可能一段時間 但是看到內地政府好像沒有出手 還沒有說有什麼消息 那大家就放下了解針 但是就不代表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所以現時你說有人提出收數據稅 其實都是一個加稅的一個手段 這個數據稅也是針對一些 譬如電商的平台 做雲計算方面的公司 基本上你數得出在香港 特別科技指數裡面的大部分公司 基本上擁有一些客戶的數據 或者一些交易的數據 都是相當之多 如果你說真的收起來 我覺得影響都真的挺大的 就是單單你說昨天的跌幅 就一定沒有完全反映了 真的收稅 說好像昨天傳的那個幅度 收到兩成至三成 那就一定在現價來說 沒有完全是注入的 但是也有這麼說 暫時都是日經方面的傳聞 到最後你說真的是不是收 或者什麼時候開始收 收那個幅度 是不是真的傳到這麼高的水平 都仍是未知 所以你說現時怕定先 就當然市場的禮牌 但是你說到最後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又很難說 但是始終都是那句 現在你在這些時刻上面 買一些科網股 都仍是預料會有一些政策風險 都仍是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但是實際上 現時很多科網股的股值 又不是說真的很貴 但是又要留意 雖然他們的股值不貴 但是因為他們剛剛出來的業績 大部分都不是特別理想 是 再加上有未來的數據稅在前面 你說他們的股價要大升 同時間那個機會也是比較微一點 嗯 halt貴 不 綿 雅 雅 贅 雅